看到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用那個APP來找尋飯店 還沒有看的話 資訊卡會連過去或者是更多資訊 連過去給你去看我上個禮拜 如何用這個APP來找飯店 找好飯店了之後 那吃喝玩樂的部分 我就交給Google助理囉 問Google助理 這附近有什麼好玩、好吃、好喝的 或者是上上部落格 看看部落客有什麼推薦的 那我就找到了兩個地方 我覺得還不錯的 那就是珍愛碼頭跟柏二夜市 它們到底長得怎麼樣呢 然後有什麼特別的呢 就期待接下來的影片喔 嗨嗨,我是羽衣之兔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來 今天我們要來做什麼呢 今天要來帶你去看看 珍愛碼頭跟柏二夜市 看看這個好逛好玩嗎? 好吃嗎? 如果你是喜歡這樣影片的人 不要忘了給我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也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開啟全部通知 才可以接收到我影片的通知 留言的話我都會給你一顆愛心愛心喔 所以不要忘了留言跟我互動互動喔 我們來去看看珍愛碼頭跟柏二夜市 到底講怎麼樣囉 好,當初看這個google的評價是說 這個夜市雖然很小 但是該有的都有股臟俱全 所以我們就決定去看看囉 但是我們拿的位置的話是離珍愛碼頭比較近 因為我們是在珍愛館嘛 所以走下去旁邊就是珍愛碼頭 所以我們就先去珍愛碼頭逛 然後我發現那邊有邊緣人的市集 所以你可以先去那邊逛市集再去逛夜市 都是步行可以到的距離 那如果你覺得走路太累的話 你就可以騎個U-Buy啦 或者是坐車過去也是可以的 他沒有公車就是你可能就是要 嘿西 好,然後珍愛碼頭那邊啊 我覺得夜景來拍攝的時候是很漂亮的 如果啊,像我這種齁 不太會拍的 如果你是很會拍的人 會拍的更漂亮更美麗 因為我不會去調那個光圓啊 光圈那些要多少 所以變得他的燈都會有一點反射 可是我覺得這個反射的效果也是 欸 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效果啦 那夜景我覺得很漂亮很適合 情侶在那邊悠哉悠閒的 逛著邊緣人的市集 就是可以在那邊逛市集 然後看看翠翠海風 然後在那邊 嗯,談情說愛 談情說愛完了之後 就可以去逛夜市 那他那邊 離青葵也是蠻近的 然後就離那個 捷運也是蠻近的 所以 要去哪裡玩都可以 然後 夜市的話我覺得 嗯,有一些蠻特別的東西 就是那個火鍋還蠻特別的 而且很多人排隊 幾乎整個都是他們 火鍋店 那個店面很大 就是外面店面很大 可是都做滿 然後還蠻特別的一個火鍋 然後還有那個芭拉我也覺得很特別 我當初看到那個顏色怪怪的 我還問老闆說 欸,這是加了什麼 為什麼你們的芭拉怪怪的 他好像說是加了薑黃還是什麼東西 那我說 那這個跟 一般那種 醃製的有什麼不一樣 他說 嗯,那個會比較甘甜 然後一個會比較 就是 欸,我也忘記是什麼 反正就是我選擇了 用薑黃製作的那一個 然後我吃起來也不錯吃 如果你不怕薑黃的味道的話 他是真的吃起來蠻乾甜 就像老闆說 吃起來蠻乾甜 沒有什麼薑黃味 你可以嘗試看看 我覺得 你是喜歡那種不一樣的 那種醃製的 可以吃吃看這個 然後 那個我去吃麻辣臭豆腐那一家 也是排的 難多人的 然後 嗯 我還乖乖的去 想說人家在排隊 然後就乖乖在排隊 然後是前面的人跟我說 欸,你要去那邊叫餐 不是在那邊排隊 然後我才去叫餐 然後也是等了還蠻久的 可是那一家麻辣臭豆腐 我就不推了 你可以,如果你要吃是可以 但是就不要加冬粉 因為 加冬粉我覺得 那個冬粉 因為他要趕時間 所以那個冬粉 沒有吸進那個味道 我就覺得說 冬粉是冬粉 然後麻辣臭豆腐 是麻辣臭豆腐 那個味道是沒有發去的 所以 欸 就點麻辣臭豆腐 或是點餐 然後就是不要吃冬粉 因為我覺得 冬粉吃起來就是 兩種東西沒有混在一起啊 我有吃過那種很好吃 就是麻辣臭豆腐 它冬粉很好吃的 很有味道 吸的那個味道 吸的很夠 而我從那邊來回 至少十幾分鐘吧 就算 那個放在裡面 應該也要吸味道 它沒有放在裡面 它放在外面 所以沒有吸到那個味道 它就拿出來的麵 跟那個湯是分開的 所以沒有吸那個味道 所以難怪 那個味道就是 剛上來就是很輕 還沒有吸進那個味道 哼 所以啦 要不然你就是要把它放久一點 去吸那個味道 要不然我覺得 兩個視頻 那也可以 來去逛逛那個博二夜市 跟這個珍愛碼頭 我覺得拍照 然後吃東西 然後喝東西 都是一個還不錯的地方 如果時間還夠的話 也可以搭捷運 然後去那邊有一個叫做 就是重新規劃的市場 我忘記那個市場叫什麼 我會之後打字幕上去 然後那個市場也是蠻大的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 然後我們是早上去 它大概是 11點才開 是那種比較晚的夜市 就是早上11點才開 可是我們太早去了 所以它沒有開 我們是隔天早上才去 然後它沒有開 那 那邊的地方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如果 你要去的話 你就是早點去 先逛那邊 然後再回來珍愛碼頭 然後再去夜市 那個地方還蠻大的 然後 有比較有規劃 是還適合網美去拍照的 它就重新規劃 所以適合網美去拍照的 那麼 然後 Google是你的好幫手 不知道要去哪裡玩的時候 可以問問Google助理 這邊有哪裡可以玩的 好 不知道 對於高雄 你還有哪裡 是推薦完的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可以是在地的 有我喜歡逛菜市場等等的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是 在地的這種菜市場 如果 有的話 可以推薦我 下次搞不好 我就會去囉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囉 有什麼想法和意見 不要忘了在下方留言 我都會給你一顆愛心喔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了給我訂閱 按讚 留言分享 也不要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才可以即時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喔 記得 還全部通知喔 你留言的話 我就會給你一顆 愛心愛心喔 所以 不要忘了留言跟我互動互動喔 我是羽育之兔 希望你看我的影片 能讓你有美好快樂的一天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